你们俩听说了吗 第一次麒麟 思考的成绩出来了 昨日就出来了 我爹也去那儿改卷 他回来的时候 就一直夸麒麟魁首 所有科目都满分 他写的文章 让阴雪崖 阴四城都赞叹不已呢 他明天就要入学了 听说书院还专门 给他布置了新生仪式呢 他要来咱们书院 会不会把傅远之 第一名的位置 给挤下去啊 师兄 你不会真的 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担心把书院 第一人的头衔 输给那个麒麟魁首吧 这不过是大家 抬举我的笑诚罢了 既然不是真的 又何来怕失去 也是 你自想啊 就是文明都城的神头 十四岁所做的诗呢 就被先皇认可 还被录入诗策之中 更别说 自从你入学的这一年来 回回考试 你都是第一名 所以 这书院第一人的称号呢 师兄 你可是实至名归的 不过话说回来 我也好奇得紧 这个从千万寒门子弟中 挑出来的第一名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今天天真热呀 是啊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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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让 让一让 以为是谁呢 谢子昀啊 你说 新生入学 你来干吗 新生入学 怎么能没有我们 竹岫四少啊 就是啊 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呢 作为同侪 怎么也得让新来的 感受一下咱们学院 温暖热情的校风吧 真是跟你们无话可说 来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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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让啊 完了 这回新来的呀 可要倒大霉了 那可不一定 等着吧 又好些看 来 走 来 走 阿隽 你说 这个麒麟魁首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既然是万里飘逸的人才 那肯定是一个 又体面 又儒雅的书生喽 有道理 走吧 现在这是一个有用的 我们想念自己的 中文字幕 486 如果您没有任何处理 请问您 好 因为 我们 你 我 谁 开鸿茹 千秋册 已未年仲春三月 麒麟魁首 骆秋迟 回去了 不错 好凶的 好凶的 我终于全过了 是啊 你这是跟人们拉着 我都吃小酒呢 我都差不住 人才啊 好喜欢我 好喜欢我 学生骆秋迟 见过四首 欢迎骆秋迟 师 恭喜你进入竹岫书院 下面请骑铃魁首 上台领取 玉骑铃令 载入书院天秋册 去吧 去吧 多谢四尘 不觉得吗 就是他 骑铃魁首 骆秋迟 那接下来就由你选择投食人了 将由这名投食人 带领你熟悉书院的环境 适应书院的生活 鉴于你是破格入选的 我想 就让我们书院排名第一的傅远之 四尘 学生有一个不情之请 你说 学生自幼怕生 不知能否 让学生找一个与自己 投缘的投食人呢 好笑 像什么样子 就是啊 好笑 真是 你们觉得如何啊 四尘 本书院 从无此先例啊 我倒是觉得呀 未尝不可 欧阳 你 好 那就由你自己来选吧 依学生来看 这位小师姐就不错 不会吧 解他了 只是 我 我 最后的都留在最后 亚洲戏才是最美的开始 Zither Harp